贵州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存在感不高的省份,但是却有许多影视剧千里迢迢来到贵州进行拍摄,并且有许多影视作品是我们有所熟知的,比如陈情令,这部剧在都云取过景,并且目前这个地方还不要门票,尚未得到开发,是一个景色极美的地方,螺丝壳山位于都云市西部20公里处的地方, 这里在解放之前是属于原始森林,山栏连绵起伏,林草茂密,山区内有大小溪流31条,汇聚邦水河,菜园河等,最后流入马尾河,目前这个地方尚未开发,所以也不需要门票,但与此同时,交通也不如其他地方便利,只能够依靠自驾和徒步,在罗斯特山有近3000公顷的台地草场,一望无际,这里的草不同的其他地方,它具有接近2米的高度, 草场非常优深,而生长如此繁茂的草场的地方,却又是喀斯特山区,要知道,喀斯特地貌植被的覆盖率,通常都是不高的,而这里的草,却偏偏像逆生长的一样,肖战和罗伊伯,就曾在这里的帐篷下休息成凉,曾经在这一座草场上,建有一个风电厂,上面布满了许多风电机,这里也成了都云市的市民, 周末出游的一个好地方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这些风电机已经被拆除了,这里又恢复成了一望无垠的草场,少了风电机,仿佛又少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而罗斯特山,除了这一望无垠的草场之外,最美丽的风景就要数瀑布了,在前南洲最高的瀑布,叫做天落水瀑布,这个瀑布,从草场的边缘一落而下,高度能够达到100米, 并且,这里也是陈情令大结局的取景地,如果你也喜欢自然风光,那么,不如来都云游玩打卡,来到陈情令的拍摄地罗斯壳山,欣赏高处辽阔的风景,如果喜欢古代建筑,那么不妨来到秦汉影视城,与一些影视明星,来一场浪漫的邂逅。